好 剛剛我們提到 統一的7-11 其實他們最強勁的對手 就是全家便利商店 我們要請教陳彥 而且全家現在好像變成是 全台灣最會做義大利麵的超商 他們有自由品牌 UNO PASTA 好 下次我跟你講 帶所有人到我家 好不好 好好的享受一下 義大利麵就是全家 因為全家就是我家 好 因為全家2015年開始 他做了很多鮮食的一個改革 我不知道最近大家 因為其實我長期在便利商店出沒 其實我發現他們現在的鮮食 真的水準拉得非常的高 你知道這個UNO PASTA 就是義大利麵 它現在成長速度很快 去年營收多少 10億元 今年衝到12億 現在還沒有 年度還沒有結束 已經成長兩成 現在已經被視為義大利麵的天花板 全家跟昌榮空廚合作 叫長家國際食品 他生產這個義大利麵的縣市場 全台第一座自動化 這一條產線長達60公尺 耗資台幣1億元 連日本都來取經 沒錯 它整條產線 基本上都是機械自動化 從煮麵到這個 就是把水瀝掉到分球 你知道麵煮完以後 你要馬上把它冷卻 用冷水 冰水 它才會Q 才會Q 然後你在煮的過程中要加一點鹽 然後煮完以後 我剛才講冷卻過程中要用 冷卻完以後用橄欖油稍微拌一下 是不是專業 是不是專業 當然我不確定 它的產線有沒有做到這麼完整 但是根據長家國際董事長 他的講法 他很驕傲分享 就柯金城董事長 他說超越日本超商的義大利麵 很難想像 就跟我們棒球打贏日本一樣 就是這樣 好 當然他們用的這個麵體 很特別 就是日本製粉諸宿會社 我不知道為什麼叫杜蘭 小麥麵 但我不要亂唸 但是它名字真的是這樣 然後洛基山脈的血溶水 所以你知道它對於麵粉的要求 對於水的要求很高 三熱三忍 有沒有 然後吃起來可以更Q彈 你看 我剛才講冷 對 真的好專業 好 然後你看 它這裡還講鹽水煮是不是 所以夠棒 當然基本上現在這個麵的名字 因為我剛才也問了一下斐雲 因為它對於外文比較理解 這個它是說UNO 那這個UNO什麼意思 其實是義大利文E的意思 叫萬中選E 所以現在大家如果真的 三次有品牌就用這個命名 對 所以我覺得以後請客 到我家 就到全家 吃義大利麵其實也很不錯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來看到 川普寄出關稅戰 現在進而去推升到了運價 航運的需求在短期內激增 航空股要怎麼觀察 我們上舊人之後 寄出了這個關稅戰 勢必也引發全球供應鏈的重組 大家也說接下來會推升到運價 所以我們要請教永年哥 現在很多商品都提前拉貨的情況之下 航空股對他們來說是利多嗎 對 當然是利多 尤其是 其實大家還記不記得 我們大概在一個月左右之前 我們就跟大家講說 因為川普如果就任的話 他一定會提高關稅 那麼在1月20號之前 大家就要趕出貨 那個時候坐船還來得及 現在到川普就任 已經不到兩個月了 坐船恐怕來不及了 可能要坐飛機了 要坐飛機了 對 沒有錯 所以再加上現在馬上要寒假了 所以有寒假的概念 所以對於航空業來講的話 客貨運在這次的寒假期間 就是從現在開始到1月20號之前 應該都會不錯 1月20號以後 還會不會這麼好 就不一定了 那要到看川普的政策了 不管怎麼樣 其實我們看 今年航空股 其實每一家都賺錢 而且它這個EPS 這個成長的幅度都超過五成 都超過五成 所以今年的表現已經非常好了 那麼再加上 川普就任之後 有一樣東西會跌價 大家都很擔心就是說通膨 對不對 可是有一樣東西一定會跌價 油價 對 對 因為它會積極的開發 開採 開採美國的油源 到時候國際油價就會下跌 對 沒有錯 而且中東的局勢 這些地緣政策危機 也會化解掉 所以油價下跌 對於航空業來講的話 就是很利多 因為占他們營運成本很高 三分之一以上 對不對 所以我們再看 另外像是以長榮航來講的話 這是周縣圖 對 它表現其實相對好的 那三大法人 八月以來買超了75億